高盛分析师扎克·潘克斯在12月3日发布的报告中所指出 截至12月1日 衡量美国国债的蓬勃美国国债指数 今年迄今的回报率为-0.21% 随着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15年以来的高位至5% 这种亏损出现加剧 这也意味着自2021年以来 远超美债收益率 且持续的高通胀已经对冲了美债利息成本 这实际上就是美国国债出现隐性违约 更意味着投资者在购买作为教科书般的低风险资产美债 经通胀数据调整后会亏损 变成一种风险投资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根据MSCI风险管理团队 在12月2日最新提供的压力测试模型 如果接下去的几个月内 美国通胀仍维持在3%至4%高位区间 且美国经济出现实质性衰退的新证据 随着美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维持高位 那么 长期美债投资回报率 可能会从2021年初的10%至20%降到4%至5% 这表明 虽然 美国债券是一种安全的低风险投资 是全球资产价格之毛 但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 特别是进入10月以来 其损失程度 远超交易员们职业生涯中所见过的任何损失 且现在华尔街与美联储对利率将保持多久多高的分歧 至今仍在继续 而这种分歧 叠加目前美债流动性紧缩的压制下 有可能构成美国债市延续2022年暴跌的风险 使得投资者会质疑 美债被视为世界金融体系基石的标杆作用 这些事态发展可能会进一步破坏美国国债市场 作为世界上最安全和最具流动性资产的声誉 对此 安勇首席经济学家Gregory Deco表示 随着全球央行可能永久减持美国国债并置换黄金 美债的价值将会下降 这更表明 美国国债相对传统避险资产黄金来说 变成一种高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在成倍增加 更是促使全球美债债权人开始加速清算美债的进程 对此 美国财长耶伦在12月2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 在高利率水平下 美国国债市场的交易可能会出现崩溃 美国面临的长期财政挑战是严重的 他称 目前的利率水平将使国家债务破产 过去三年的利息支出增长超过了前50年 很明显 现在美国越来越高的债务借贷成本和创下记录的美债发行量和美债的基石级别的全球央行 大买家们的购买需求已经出现矛盾 且这个裂痕正在加深 按照摩根士丹利在11月24日公布的数据模型计算 为应对在高利率水平下高企的偿债压力 美国财政部在2024财年需要发行2万亿的新国债才能平衡其支出和向所有债权人支付 全部利息 这表明 随着美国财政部急于充实账户中资金流 将会为银行业可能的动荡埋下隐患 银行准备金面临进一步流失风险后 又会加剧美国企业债务违约现象 这表明 目前美国财政部面临着流动性的大考验 这样的结果可能还会加快全球央行抛售美国国债的进程 对此 德银在12月2日最新发表的全球经济风险报告中认为 美债经过去年和今年充满高风险且地区性银行业风暴之后 美国国债在2024年是否还会有大量投资者买单 这可能是接下来华尔街要面临的重大市场风险之一 最新的数据正在反馈这个趋势 据美国财政部在12月1日例行公布的报告显示 外国投资者在最新的两周内购买美债金额暴跌了90%至43.19亿美元 而上个月购买的金额为78.68亿美元 据美国财政部11月18日最新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的数据显示 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投资额继续下降 而中国 日本和英国是抛售美债的主力 对此 道明证券表示 全球主要美债买家大举抛售美国国债的举措引人关注 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仓位正在持续快速下跌 截至9月 中国持有不足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且连续12个月保持了持仓低于9000亿美元的规模 且从去年开始清算美债的速度明显加快 仅去年就清仓了占25%比例的美债 从更长远的时间范围来看 中国目前的美债持仓和2013年11月时 创下1.32万亿的持仓峰值相比 更是大幅净抛售了高达5419亿美元的美债 净抛售比例高达40% 这和中国自去年11月以来 打破此前连续38个月没有报告黄金储备增加的沉默后 连续12个月增持黄金储备的举措形成鲜明的对比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是最近几个季度购买黄金储备以尽量减少美债敞口的全球央行中的幕后大买家之一 据世界黄金协会在12月2日更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10月 中国共进口了1017吨黄金 高于近三年以来的平均水平 这其中有部分可能已转化为国家储备 另据央行最新数据 10月 中国央行连续第12个月购入黄金 使黄金储备增加23吨 总储备量达到2215吨 至此 黄金在中国外汇储备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已高达4.3% 创下历史新高 据报道 中国央行前10个月累计购金量已达到204吨 自去年11月以来的12个月内 中国黄金储备已增加266吨 这表明 今年前10个月 共有204吨黄金 已经从欧美等主要国际黄金市场中运抵中国 紧接着 据美国金融网站林对冲 在12月2日发表的报告中称 如果美国银行业危机持续蔓延和信贷紧缩持续 使得美国金融信用风险增加的情况下 作为美债基石级别买家的全球央行们 料将接下去仍将会持续抛售美债 以降低美元敞口风险 如果美国企业债券和美国国债隐性违约的不确定性增加 一些持仓在百亿美元以下的全球央行也存在清零美债持仓可能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就在12月3日 据该美媒援引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称 在美国新一轮的企业债务违约预期下 美国联邦会维护美债的地位和声誉 以便继续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债大买家兜售 可能将会用黄金来向中国偿付债务及利息 稍早前 还有国会议员考虑用美国庞大的黄金储备铸造一枚一万亿美元的金币 这枚硬币可以存入美联储并用于向中国等债权国家支付其债务和利息 而就在一周前 耶伦在出席就金山的一次演讲活动时 针对美债发行曾回应称 表示强烈反对共和党一再威胁要削减财政赤字 称共和党提议的削减对美国债券来说将是破坏性的 由此给美国金融系统带来的后果将会让我们出现损失 紧接着 他在一份新闻稿中吹捧美国当局的经济政策是合理的 并强调美国国债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和流动性最高的资产 美元的地位是无法被撼动的 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财政的可持续性 在未来十年内将赤字减少2.6万亿美元 而且美国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强劲的 美国财长耶伦在12月2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重申 美国在无法支付全部债务偿付义务时 不承诺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债权人 优先偿付美国国债相关款项的计划